文塞丁尼 资深旅美影评人已授权独家刊载 如需转载 请联系本站俗话说 圣者喝汤 败者食尘 俗话说 XX终将成为自己曾经讨厌的OO 俗话又说 30年河东30年河西 而对于瞬息万变的电影行业来说 这个30年怕是要缩减到一年 甚至是一例性骚扰了 对于DC漫画改编电影 我们应该抱有什么样的心态和期待 无论如何 至少应该有一点 那就是和漫威电影有所不同 只要有差异在就有其独特的价值 在以目前漫威全胜的态势 C是根本没有办法与其针锋相对的 所谓一己之长工人之短 别人擅长甩罐子 你就得用动脑子来对付他 这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Bicepiresta的事情 否则就成了正义联盟 当一部DC电影出现了 又一部漫威模样的超级英雄电影这样的评价的时候 这就已经是玩过了的前兆 因为其一漫威十多年来积累的成功经验 C是不可能在一年的时间里消化干净 哪怕是乔斯维登也不行 在这样大规模的项目运作上 个人创作能赋予的完备性 是永远赶不上集体创作的 其二漫威十多年来改不掉的毛病 在照猫画虎的过程中 也不可避免地继承了下来 这意味着我们对漫威提出的新旧批评 如今也落到了本就底子不牢的DC身上 这就很让人失望了 在刚刚过去的雷神3上 有几个重要问题尚未得到完全解决 社会责任的淡出 舞台化和背景化 角色在个人动机和英雄身份之间的纠缠 以及如何构建有张力和说服力的正邪对抗 遗憾的是 这些在正义黎明中被丰富的内容所掩盖 弥补的问题 冯统都在正义联盟的身上爆发了出来 甚至还变本加厉 例如如果一部漫画改编电影 要讲述一堆超级英雄歼灭银河系五大猩猩侵略 这漫威至少会为他披上一层家庭剧的皮 目的无他 增强说服力和角色动机而已 这样即便在反派塑造上力有未歹 也不会让以过饱和的CG过渡 渲染暴力的整场战斗 显得荒唐和缺乏情感联系 那么正义联盟呢 诚然要在两个小时内安插多个新角色 给予战斗目的 以及最最重要的CG特效 和只有粉丝才会抓住不放的彩蛋 任务很艰巨 但同样的 投资越大 责任越大 在电影的艺术属性 已经被资本化的今天 如果不能抓住个人表达和商业需求之间的平衡 自然是站得越高 摔得越惨 更何况导演是不以叙事见长 但以风格走天下的扎克斯奈德 正义联盟试图修补 《神奇女侠》之前的三部DCEU电影所带来的误解 就这一目的来说 电影是成功的 画面不再浓墨重彩 蒂姆伯顿老搭档 安妮艾夫曼接手的配乐 也不再让人心生抑郁 然而 伴随扎克斯奈德整个职业生涯的剧本问题 也从未得到过解决 这对于一个代表作品 都是改编作品的电影导演 来说 当原创内容占比较重的时候 是非常要命的 其中一个忠于问题 是如何平衡大量新旧角色的出场时间 在120分钟的片长下虽然很难 但并不是做不到 因为基本的介绍任务已经能够完成了 然而 支离破碎又强硬的剪辑和节奏问题 比以往的扎克斯奈德电影要更为醒目 毕竟到了这个时候 正义联盟已经不再是扎克斯奈德电影 而是DCEU电影了 当一个作者因为内外原因 丧失了对作品亲自打磨的机会时 这个侠于护剑的结果 并不是不可预料的 勇气 第一集 为什么我们喜欢扎克斯奈德 必须明确的是 他算不上是一个好导演 无论是对题材的把控力 还是在节奏的控制上 都太过随心所欲 但有一点足以让他从导演群体中脱颖而出 那就是将好的创意变成现实的能力 在一集分子扎克斯奈德的职业生涯中 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漫画改编电影 而他在这方面的成就 也正是他的作品最吸引人的地方电影 对异扬顿挫和台词水平的要求和优先级 是要低于对漫画质感的复刻的 此外 对于影片一提的挖掘 扎克斯奈德也有其独到之处 我们暂时割下野心不敌形式的猫头鹰王国 和爽玩到底的美少女 特工队 在他所指导的超级英雄电影中 有一条重要的线索反复出现 那就是充满反英雄主义的 对超级英雄在社会中所处位置的讨论 守望者中的反英雄形象能够很好的 与其特定的历史环境产生互动 也有着重要的生活感 钢铁之躯为超人赋予了神性的拯救者 以外的另一重荧幕意义 通过种族利益的抉择 让这一形象有了新的理解空间 正义黎明更将前作的观点 加以充分延伸和深入 奉上了一场异常复杂的思想盛宴 所谓的暗黑风并不是非要乌漆 漠漠漠不乐 而是金刚狼三式的一体演素 正是这些内容才能让观众割下扎克施耐德 在叙事和呈现上的缺点 去接纳他打造的冗长又沉闷的电影长片 因为在形势之下 他能令人思考 而思考总是值得称赞的 但当这些内容令人惋惜的 从正义联盟中消失后 这部扎克施耐德电影剩下的是什么 一部跟漫威电影一样 简单直接的剧情 脸谱化的正反角色 不合时宜的插科打混 问题多多的中章决战 先不说这样的内容 能不能撑得起两个小时的时长 由剪辑所导致的 叙事问题无法通过 简单通过家常去弥补的 好的节奏才能显得丰满 否则就是裹脚步遗憾的事 有的人既希望裹脚步能解决问题 又不愿意承认他是裹脚步 你是断不能以己之常来工人之短的 平庸化之后的扎克施耐德 在正义联盟中显得水土不服 而一人之力 是无法和整个漫威工作室 正面硬刚的更何况这个人 还是个习惯性叙事无力 个人色彩浓郁的天科生 游泳健将去跑铁人三项 干嘛不让他就做他的游泳健将呢 理由很简单 市场勇气成可贵 票房价更高 市场上被漫威惯坏了的电影观众和海量巨英们 需要的是没头脑的CG怪兽 而不是体量庞大的大捕头 剑走偏锋的扎克施耐德 是个很好的漫画改编导演 却不是缔造漫画宇宙的最合适人选 他在多元化角色和故事类型上的雷若 在正义联盟中集中体现了出来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背后的金主华纳显然也已经发现了这一问题 试图将电影控制在120分钟的做法 和启用多元化导演开发未来电影的做法 其背后的逻辑也都是一样的 DCEU需要多元化的血液 才能发挥那些有着更多荧幕潜力的角色 才能拥有与漫威MCU对抗的体量 CEU不能也不会是只属于扎克施耐德一个人的木偶秀 和肆意撒欢的游乐场 未来扎克施耐德的边缘化和幕后化 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这样的结果 对于华纳 对于DC 对于何凯文 对其对位的姐夫琼斯 哥夫约翰斯来说 是必然的 也是无奈的选择 半条死经于一年前的正义黎明 无论是视觉上还是思想上 体量之庞大令人测目 而如今 精简的影像内容 将噱头从正片拎到彩蛋 变成了这个样子 只能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尽管有扎克施耐德的影像美学打底 正义联盟这部电影在创意上的保守 让它失去了活力和新鲜感 电影在色调和情绪基调上的改变 也意味着更多老套的元素 有了可趁之机 比如后半部分的与世隔绝 奉上了十足的架空感 从而让情节的危机感无法正确传达 这在之前的DCEU电影中是极少出现的 当然 对于漫画改编电影来说 通俗化的正义联盟 跑步中漫威和X战警正转定下的基本框架 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模有样 但这对于DCEU和扎克施耐德本人来说 意味着在抽象层面上 某些意义的丧失 接续自正义黎明的故事 本来应该有着非常巨大的潜力 然而在X克遣队的浪费资源之后 正义联盟忘记了 对这一基础进行更深层次的挖掘 几乎是在肯老本在后的老本 也经不起一次又一次没有输入的输出 神性在人间的形态 对社会意味着什么 在权力真空下又会有什么样的体现 这本是一个继续深入的好机会 更有压力罗斯亚历克斯罗斯主会的正义 和天国降临着 样的漫画打底 然而78版超人灵魂附体 母性爆发的神奇女侠 是如何照看几个半大小子 力不从心的蝙蝠侠 是如何从恐惧化身迅速吃点 显然要比思想深度更重要一些 同时超人形象在DCEU中 始终蒙着一层黑纱 这本就让正义黎明的超人之死 显得过于隆重 更不用说在未来 还有非话的兼具任务要承担 或许直到钢铁直屈2 才能真正驱散阴霾 话虽如此 如果我们将正义联盟 和整个漫威MCU电影 放到一个作标系下来 看这本事就是一种失败 这依旧是一部 有着惊人失效的冒险电影 可以不依靠无节制的插科打混 抛撒狗血 以及孩子气的胡作非为 就实现轻松并且主题严肃的目的 但这就是我们真正想要的DCEU漫画 改变电影了吗 这就是漫画改变电影的理想形态了吗 找到错误答案并不可怕 丧失寻找答案的动力才可怕 对正义联盟来说 它的一切问题源泉 出现在成本压力和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 个人创作和集体创作之间的矛盾 IP诉求和个体表达之间的矛盾上 只要有一个问题处理不好 就会丧失平衡 身形巨大的漫威 尚不能逃避这些问题 匆忙上马的华纳和DC 以及本就缺点多多的扎克施耐德 当然也不能免俗 正义联盟最令人沮丧的 不是因为它在娱乐性和可看性上 不如漫威电影那样熟人 也不是制作上的混乱导致的叙事碎片化 而是不能走出自己的路 脚踏实地 远比夸夸其谈和找人背锅要重要得多 无论如何 正义联盟和未来DCU 都应该向着有趣但不浅薄 严肃但不做作的方向继续努力 而更为要紧的是在学习隔壁先进经验的同时 把眼镜和眼睛擦亮点 毕竟都已经走到现在了 还会更糟糕吗 如果不反思当然会